其实规划的时候是规划两门 就是两门 一个是爬虫的初阶 就我们现在这个班 那爬虫的初阶的话 基本上就是第一个 你至少要了解什么叫Python 那Python要怎么使用 那Python里面有哪些规则 你一定要知道的 然后再来的话呢 你当到爬虫 你最后还是会有存档的问题 所以要怎么样把档案做存档 或者读档 另外的话 它就是怎么样跟资料库连接 也就是当然你除了放在档案之外 也可以把它放在资料库里面 那诸如此类的 甚至未来 当然你可以衔接什么呢 衔接像Excel 或者像什么 衔接像画一些视觉化的图报表 那还有就是说有关爬虫 爬虫有比较简单的 当然相对的爬一些简单的档案格式 比如像CSV 或像Jackson XML 这比较单纯的 那当然还有比较复杂的 像网页 网页的话 HTML 那有静态的 甚至有动态的 而且甚至里面还有包含像CSS 或者是像JavaScript 如果像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网页 它有保护的话 那你要怎么样可以破解这个保护 这个部分就比较稍微困难很多 那原则上我们这一期的课程 当然还是比较 我刚刚强调 就出阶的部分 不过如果你出阶可以上去的话 你要到进阶当然就更简单了 可是如果你要一下子 当然你给你很难的东西 你没有基础 相对当然你也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OK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爬虫 有一个部分 可能请各位还是 也需要花眼神 因为这个资料很多时候是放在网页上面 所以如果你对于网页设计 或者网页的 它的结构 比较不清楚的话 那你要爬取资料 当然也会遇到问题 所以最好如果你以前有写过什么网页 或者架设过网站的 有这样的基础的话 那你再来学爬虫 相对当然会更有优势 因为毕竟我们是 去爬取网页里面的东西 那你如果对那个网页相关的什么标签 清楚的话 那当然会更简单一些些 OK 那这部分当然有相关书籍 像HTML5 或者像CSS3 像相关 或者像网页设计相关书籍 如果你没有经验 你可以可能再去稍微study一下 那首先的话 大概这是一些相关的纲要 那今天的目标 原则上我们至少 第一个就是把那个Python的环境先架设起来 反正今天至少就可以开始写一点层次了 OK 然后我是希望 因为前面的东西 就是不断不断的去练习 那我一直强调 最重要就是说 你一定要熟练它 然后把那个规则 记熟 那不要写错 基本上你就可以越写 也越顺手了 当然如果你刚开始没这个本事的话 记得 一定要把你写过的程式 记录下来 当成范本 没关系 刚开始我发现 很多人 出错就是说 错一个小小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的话 就是他曾经写对 但是他没有把它记下来 下次写又错了 OK 那怎么办 我是建议你干脆把那个对的范本拿来比对就好了 或甚至 更简单的方法拿别人的范本来改吧 不过至少你要看得懂别人给你的范本 改哪些地方 OK 那你就可以把程式写出来 至少 OK 不过当然 以后不是说一直永远在抄别人的程式 最好当然慢慢可以进化到 自己可以 用自己的逻辑 把你想要做的事情 逐一写出来 那当然是最好的目标 不过如果你目前 还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或许你可以 渐进的 OK 那至于要 怎么把程式写到完全没错误 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 你可以想一些方法 如何让自己不要写错程式 那当然 不外乎就是 一定要细心 OK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错都错在一个那种很细微小小的地方 无论是什么符号啦 或者是说甚至 像那个资料形态的转换 本来这边应该是用文字要字串的 结果你却给它一个数字 或者你应该要给符点有小数点的就是你给一个整数 诸如此类这种形态的错误也是还蛮常发生的 所以最常发生的第一个当然语法错误 什么叫语法 打错 那个程式嘛 它本来那个规则应该这样就是你打错 这个还蛮常发生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什么 形态错误 OK 如果这些错误只要不发生的话 当然你写起来就很顺手啦 OK 另外的话就是即便错 它的那个 你run的时候它也会告诉你 到底你程式哪里出错 那你只要看懂那个错误的讯息 你去修改就可以了 通常它会跟你讲说哪一行出错 那错误的发生原因在哪里 OK 那 负面的部分的话呢 当然我刚刚讲 就是一些基本的语法 基本语法 就是基本语法 然后结构控制 像逻辑的部分 回圈啊 资料结构 函式 另外的话就我刚刚讲的那个 一般那个档案的读写 还有就是资料库部分 这个我想前面我们会 多花一些时间讲这部分 那再来 前面讲完之后的话 后面就会讲到有关 爬虫的初阶应用 OK 那其实 每一个阶段 都是有点像爬山一样 一直往上爬 所以如果你前面没学好的话 后面你当然就很容易出错了 OK 所以我们可能比如说 讲完那个 前面的档案读写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也许带来资料库 那再来就是把网路上的资料 下载下来放在你的资料库 或者是放在你的档案里面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一个关联性 那今天原则上 我们大概就是讲前面两个 就是开发环境 基本语法跟结构控制 OK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讲师介绍 那如果要找到我了 我是吴老师 所以你Google吴老师 应该在Google的前 第一个page一定可以找到我了 我不确定我现在还没有放 还没有出现在第一个 以前的话是第一个 但应该后期之旧太多了 而且我发现好像 发现第一个有一个是教麻将的 OK 吴老师教麻将的 如果你看到他教麻将 不是说因为我改行教麻将 是说另外一个吴老师教麻将 教麻将可能他的流量也比我大 因为可能大部分 会打麻将的应该比会写python很多 很多吧 OK 所以这个 而且如果说要学城市的人 这个当然 这个族群可能没那么大 OK 我之前教的比较多 一句就是像在VBA 然后像python 或像手机的app 之前还有教过网页相关的程式 像PHP、ASP、JS、Java部分 这教话其实教蛮久了 OK 所以我的想法是 每个工具都有每个工具的优势 那最好就是说你要知道每个工具 它的强项在哪里 那最好就是说可以搭配着使用 当然比如说像VBA 跟python之间的关系 它不是互相取代 而是应该互相协同 互相结长补短 搭配着使用 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每个工具都有它的强项 也有它的弱点 你不可能说你什么东西都很强大 一个都全部通吃 那当然就不OK 像爬虫部分 如果python跟VBA比起来的话 python似乎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还有就是说python跟AI 跟机器学习 跟深度学习串接 也会比较强 为什么 因为它的相关的套件是非常多的 而且很容易取得 那你只需要怎么把那个python的一些 相关套件懂得挂上去 有点像开外挂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你们将来使用python的话 很大一个部分 就是学会如何使用python所提供给你的相关套件 这个套件的话 有分为比如说内建的 本来就有了 你就不要安装 另外有分层 它已经帮你放在python里面 但是你要引用的 就把它input引用进来 另外有一种是 它是在外部的 就在网路上面 那你必须把它下载 再把它另外安装到python 就可以用了 比如说像现在很烦门的 像什么语音辨识 比如说你先有个影片 里面需要做字幕好了 那如果字幕以前怎么打 以前就是说你讲什么话 就用人工去打那个字幕 而且人工打字幕还蛮贵的 因为之前我还接 因为我自己有youtube频道 那只是说上面都没有字幕为多 那就会有那种 字幕的那个推销 就写信问我说 愿不愿意让他们来帮我加字幕 那它还有一个价格 我看了 吓一跳 想说应该不会很贵 没想到一个小时要多少钱 一个小时要一千两百块 也就是我今天一个影片长度是一个小时 比如说我今天三个小时上课录一个小时 那我要加字幕 我必须要付出一千两百块 让人家打字幕 想说这样哪划算 但是实际上python 它可以引用外部套件 因为Google提供那个语音变 因为现在我们现在不是手机都常常讲的 而且证据率还蛮高的 那那个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套件 语音变是套件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引用到python里面 那我只需要怎么样 提供给那个 这个套件需要的档案格式 比如说声音档 那我就给它 那它会return 就返还给我什么 那个语音档里面的 这个最后的文字档 那我就再把它转成字幕就可以了 那不就方便 那不许一千两百块就省下来了吗 OK 那也没有这种东西 有啦 python其实就可以拿来做这东西了 像我现在加字幕 我就用那个方法 就是语音辨识 然后转换成文字档 再挂上去就可以 所以你会发现我近期的影片 我的youtube那上面的影片 慢慢都有字幕了 但是还会有个问题 因为它上面 辨识出来没有百分之一百 切那个也OK了 它都可以放 它位置都帮你算好好的 所以那都不是问题 因为毕竟 那个语音辨识没有百分之一百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地方 还是辨识错误 那错误的话要校正 校正很花时间 我曾经花时间真的努力叫 但我发现 比我上课花的时间还多 后来干脆算了 所以你们以后看到 如果我有加字幕 但是字幕有错 请各位见谅 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 校对那个 至少我有字幕了 OK 字幕功能应该知道吧 在那个youtube下方 有一个字幕功能 你们可以打开 就会有字幕了 所以其实当然这些东西 大家顺便讲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完全变正确 再来你可以加上 加上AI的机器学习 或者深度学习 把以前错误的地方 把它记录下来 让它下一次不要再错 这样以后就 甚至连校对都不用 对不对 那就是下一个就要用AI 那也需要再加一个套件 就是有关AI相关的套件 不过当然又是下一阶段的事情 那当然这个东西 也是现阶段 大家最想要学习的 如果这些都会的话 那其实工作上面 你就可以自动 帮你把错误给修正 对不对 那这个流程不就 更加的完备了 OK 不过这个都慢慢慢慢的 又像爬山一样 可能你刚开始爬 可能不能爬 爬百月之前 你不要一下子就爬百月 上去可能就上去下不来 那怎么办 你要先爬那个比较低阶的吧 可能先从最近的那个向山吧 向山应该最方便 捷运站出来就可以爬了 有没有 慢慢爬一爬 可能再高一点 可能到七星山吧 七星山可能还是会有点难度 不过如果爬得上去的话 再来慢慢往上 有没有 其实学习Python 也是有类似的概念 OK 大家第一个人跟我讲一下 那Google我的东西的话 我这边有提 就是我 也许你们可以 找应该部落格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的 YouTube频道 那当然为什么 再来 为什么要学习Python 然后其实可能这跟新的科技 新的机会很有关系 目前那在现阶段 Python最大的强项就是AI了 因为所有AI的套件 几乎都有提供给Python使用 但其他的语言不见得有 所以你 当然如果你要写AI 那第一个你用Python嘛 除非说有新的语言 它被支援的普遍性比Python还多的话 那当然我们也许就用那个 用Python 比如说之前Java很夯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以前写手机程式的时候 都是用Java 所以那时候Java就很热门了 对 但因为现在人工智慧起来了 所以慢慢Python又比较夯了 所以有的时候 不断不断会有一些轮替 只是说现阶段 看起来其实还是Python比较热门 那智慧热的多久不知道 OK 可是大概至少还可以热个十年 应该没问题吧 因为我记得我大概十年前都在教Java 那十年后的话就要Python 不过有一个不变的道理 我二十年前就教VBA 我二十年后还在教VBA 而且还是蛮多人学习的 所以有的时候 那语言的生命周期 它看起来VBA比较 为什么 只要Esser不要倒的话 那就会有VBA OK 所以这个当然有的时候 不见得说 所有的语言的生命周期都很短 有的时候可能还要看说他一些相关的其他因素 因为Esser的试算表 应该也暂时没有替代方案吧 如果暂时假设说 我们现在把Esser从我们的电脑剔除掉的话 那你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可以取代 你想说 那我知道有那个Opera 什么VBA office 免费的 有啦 那可是之前有人试过在企业用 后来发现所有的员工都哗哗叫 跟老板抗议说 这我不会用啦 太难用了 里面虽然95%是一样的 但是有5%不一样 很多人就受不了 光要列印资料就列印不出来 光要做报表 表格就不会用了 对不对 所以后来发现老板还想说 算了 还是在电脑里边那观影师就算了 一劳永逸 虽然说每一年都要付授权金 可是问题是这个授权金有点像 这个什么 服务费的概念 有没有 你去餐厅 就是你为什么会花 比那个 这个什么 吃小摊贩来的高很多 摊贩也许一百块就吃了很多了 但是呢 你可能到餐厅可能要五百块一千块 但是你还是想说去餐厅用餐吧 为什么 感觉 比较有那种享受的感觉吧 对不对 那同样的道理 工具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多花钱 就是说背后有人帮你把它弄得稳定 没有问题 而且之后如果那个东西有问题的时候 你还找得到人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这很重要吧 可是呢 像Python你一毛钱都不用付 可是会 而且它有提供大量的套件给你使用 像Python的官网就已经提供二三十种的套件 给你用 只是说因为它是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意思是说 我不收你任何钱 但是以后如果发生问题你也不要找我 因为那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那个是一个issue 这个issue的话就是说大家一起解决 也就是说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会自己解决问题的人 而且很会自己网络上搜寻找到答案的人 那你就很适合用自由软体 可是如果你不是那种人 你根本遇到问题都不想要去找问题找答案的话 那自由软体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所以这一点的话 当然因为现在有很多 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 有没有什么东西不用钱 然后又很好用 不用钱又很好用 这个又要马而好 又要马而不吃草的 这个我可怕没办法推荐太多 OK 不过当然这个就是学习Python也有它 其实至少它是稳定 大部分都稳定的 OK 所以我这里有提供 像AI、Big Data、A、B、C的Cloud 有没有 现在这已经是大家都用的还蛮普遍的 像辨识 人脸辨识之外 语音辨识 影像辨识 什么什么相关辨识 有没有 太多了 像以前工厂 都是用人工去看这个东西 这个板子有没有错误 那现在的话就用辨识就好了 拍照 然后用辨识 看里面有没有出现错 有错误在那边挑出来 让人工去处理那个板子的问题 对不对 那就不用一直有人在那边看了 而且这个方法除了说效率更好之外 良率也提高了 而且还省掉很多人工的产线的人员了 其他还有电动 电动不用讲 现在的话 这个特斯拉已经股价真的飞 一直飞 所以那个 马克思 他已经成为世界首富了 而且比那个谁 以前是比尔盖茨嘛 他比比尔盖茨的财富还多两倍了 OK 而且他的财富还在不断成长量装 另外的话未来2035年之后 就进贩南游车有没有 像有些北欧都2025年就进贩了 所以未来电动车这个概念当然很重要 那当然这些东西都会跟城市有关的 因为背后其实都需要用城市去车 然后再配合半导体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台积链很夯嘛 那其实就是软硬之间可以互相的协同利用 那再来的话就是Fintech 这个金融科 这个不用讲了 身边太多了 像现在那个 我发现现在很多类似像金融 以前可能都要到实体银行 现在都不用了 而且现在好像网银好像已经慢慢 因为金管会已经通过了 所以网银已经不断在推广了 像现在有乐天跟那个Light Light Band OK 那当然这些其实你会发现 都不需要 你看不到人 而且你面对的都是城市 所以背后的话 其实都需要很大量的工程 城市工程师在背后完成那些事情 OK 所以你可想而知 以前可能在银行看得到人的 这些人都跑哪里去了 对 所以这些都是卖点 而且你会发现 那现在开户都好快 像我有开那个Light Band 真的大概隔天就 而且是假日哦 我把我的证件拍照上传 隔天就通过了 然后你的钱就可以转上去了 然后你随时就可以用那个Light Band消费了 而且隔几天他就把那个金融卡 直接寄到你家了 那你会开始用它了 那我是觉得好处诱因也蛮多啦 因为它上面的利率就很高 就让你觉得我钱放那里的话 应该会比放在传统银行的利息多很多 他连光活存就有一个方案就有2.2%了 不过当然它也只是卖点 也许能够持续多久不知道 OK 那再来的话 这是我的简历 重点的话 当然我会来上这个课 教识方面课程 主要就是因为我在网路上分享太多东西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志强那边就邀请我来上这个课 那另外的话 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个这个YouTube频道 其实我不止一个YouTube频道 只是比较多的那个订阅人数大概三万六吧 那之前有创业经验 他曾经最早是担任工程师 就是Coding的 所以我写程式的经历大概超过二十几年了 他教程式大概也交二十几年了 那也曾经拿过奖项 那目前的话在各大学 然后推广中心 还有一些企业 帮忙做一些课程上的训练 帮忙就是VBA、Python 这些自动化的一些相关需求 那主要我发现就是解决一些 你在专业技能 要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这些相关的事情上面 你就必须把一些软体做整合 如果你会用这些东西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那当然这个公司的竞争力 那另外我的证照也其实蛮多 像Python 部分的话 目前其实我拿了两张证照 那其实有一张是跟城市有关 城市基础比较相关的 一张的话就跟爬虫比较有关 那其实本来是今年要去考一张有关 AI 的证照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 又是因为疫情关系 疫情打乱了很多的计划 那在AI 部分的话 比如说机器学习 也怎么样把机器学习 融入到我们的相关的data分析上面 OK 那这个当然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就是套件 也就是说它不是 这个Python程式不是要你从头自己写 而是说人家已经给你一个套件 有点像你拿这个套件 你就可以做出你要的结果了 你就不需要那么辛苦从头开发起了 OK 所以最重要的Python的精神 其实就是使用套件 然后了解它这个套件里面有哪些方法 那这个方法可以让你得到什么样的资料结果 OK 如果符合你用的话 这个就是好的套件 OK 好 那再来的话有些参观的 其他这个考试就是类似考这些 其实也都是比较基本的 那像现在考试也是踩云端 你就写完之后传上去 对的话就用绿灯 错的话就红灯 然后得分通过了 你就考试就是拿到证照 那相关的参考用书 不外乎这些 对啦 不过我是建议这些书籍也许你就参考了 参考就用 我不知道好像你们这个班也有 一个经费是 好像有一本书给你们吧 我不知道 好像之前的都有 那如果有的话 可能我就会选就是这个 Python特训班这本书 那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是开发环境 那开发环境呢 它就是要叫你装我刚刚讲那个 anaconda 那anaconda其实也不困难 这anaconda呢 如果你不用我的那个懒人包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去装这个anaconda 你可以找一下那个 这个 Google部分的话你就在Google上面打一个anaconda 的一个关键字 在这里 anaconda 下载 那这边就有anaconda anaconda 这个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它就是很好下载 就是 download下来 有没有 这边有个anaconda download 那你就是 它这边就是让你去download64位 download很简单 就download下来 然后你就是怎么把它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安装 那就OK了 就帮你装好 那装好之后里面也会有spider 只是说我不太喜欢它第一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了 它安装到你电脑 它等于是 好像我印象中是好几十gb的空间 等于装了一大堆东西你可能不需要的 然后跑得很慢 所以这一点我不太喜欢 那如果说你假设了 你不用我那个环境没关系 因为用anaconda里面也会有spider 也一样可以打得开 只是说我只是要spider 你给我装了这么多干嘛 对不对 所以我那个懒人包的好处就是说 它比较干净 两百多枚而已 解压时候就可以用了 大概是这样 那还有一点跟各位讲 因为之前有同学遇到的就是说 因为我那个懒人包是for Windows 也就是说在Windows OK 但是如果像之前有同学是用Mac 如果你是用苹果的话 很抱歉 我刚刚讲的懒人包就不OK 那怎么办 那就请你装这个 那aconda 你就把它 就是Google搜寻那个什么 那aconda 下载 有没有 那其实里面找一下吧 理论上应该第一个吧 点进 这第一个就是了 这边就有个download for Windows 不是 for Mac的话是在这里 苹果 有没有 你就找那个Mac的 把它装起来 这样一样可以练起 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有关的 这个参考用书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Python 跟其他语言比较的话 当然现在比较热门 当然还有CC++ Java 不过比起来的话 Python真的语法简单很多 那目前的话可以看到 这2016的话 当然排名第一是CC++ C Sharp 第四名才是Python 可是呢今年的话 已经完全改变了 第一名的话呢 已经是Python了 也是根据那个 这个网路上的调查 目前最热门的就Python 其次就C啦 那Java的热度 虽然荡下来 不过它还在排在第三 所以其实Java好像 蛮多人在用 C++ C Sharp VB VB 然后JavaScript等等 这些都是热门语言 那当然呢 不是说单一语言 你就是什么都可以 我刚刚特别强调 也说 而且这个调查是全世界 那台湾也许不见得完全适用 但至少也是个指标 目前当然最热门是Python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先来完成 有关环境见识 所以 待会的话呢 第一件事先确定 你们的C叠底下 有没有 这个 Python的384这个目录 如果有你就不用安装了 然后呢 记得要打开那个 C叠底下的Python384 里面的Scripps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Scripps里面 找到有个叫Spider 它目前虽然版本好像是3 可是好像它会自动更新到4 所以你把它点两下打开 那它就会开起来类似长这样 不过呢 有可能就是说你开起来 它如果原始 其实是 它的那个版本应该是英文版的 所以如果假设说 你原来的这个版本英文的话 那你记得 你可以做变更 那怎么说变更 你可以从那个 就是Spider的工具列上面 找到一个版首 反正不管是英文版或中文版 都会有一个版首 那设定的话呢 记得 你就找到那个什么 如果英文版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General General 里面就会有一个 Advanced Setting 那你会找到 这边 看你需要把它改成中文 那目前中文只有简体中文 没有繁体中文 那至少我是觉得还OK 然后再来的话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 特别注意就是 我现在的底色是白色的 因为我比较习惯用白的 那但是它预设的 好像预设的环境底色 是那个黑的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话 其实很简单 一样在版首这边 所以如果你要做任何的修改 记得就是从那个什么 版首这个地方 然后找到哪里呢 找到这边有一个叫外观 外观 外观 外观里面的话呢 你就点齐那个什么 点齐 这个 它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语法高量主题 语法高量主题在这里 这个 然后它预设好像是 用的是什么 Spider的Dark 后面有加一个Dark Dark 那你只要改成上面这个 我是 我个人的习惯是 喜欢把它改成白底 不过好像根据那个网路上面的那个 好像我记得有个知识型的YouTuber说 对眼睛比较不伤害 还是用黑底 比较好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吧 看起来好像 因为你白底 你会对你的眼睛伤害比较 不确 比较习惯 如果你用黑色的习惯 你也许就不用改 没关系 改了之后的话 那你按偶偶改黑的 比如像这样黑白 如果那样OK 它好像需要重新 重新启动 OK 然后重新跑一下 那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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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